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在科布拉的信息里找到答案 科布拉他真是无所不知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博学的人 他的记忆也是被恢复的 所以他知道很多很多的真相 他是卯足新人的展示 所以如果大家对地球的真相啊 包括很多的这个事情有疑问的话 除了可以这个参考这个大卫艾克的雄狮醒来系列 同时呢 我强烈推荐你去 就是这个去查阅这个科布拉的信息 那么科布拉的信息主要在这个黄金团队 就是华人区事件那个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都有 你只要一搜索搜索关键词 那么相关的内容就都会出来了 所以这这几位就是先驱者 都是给整个帮助整个人类解放啊 整个人类真正的自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他们 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大卫艾克呢 因为大卫艾克的内容相对来讲很集中 也相对来讲少一些 而且他很他是做了一个比较系列的处理 也比较的通俗 所以能够使这个完全不觉醒的人 只要在短时间的集中的对他的信息 进行一个系统的了解化 那么整个意识会提升会非常的快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搜雄狮醒来 那么相关的内容也就都出来了 大家可以 因为毕竟听我在这就做一个就是二手的这个传播啊 你如果自己去看的话呢 可能就更快了 因为我自己就夸夸夸的把所有的一切一下看完了 整个就是脑洞大开啊 我原来世界是这样 然后呢 相关的其他的很多的资讯呢 我会参考科布拉的信息 同时经常会收听就是黄金团队的这个晚上的那个公益课程 我们现在我们来继续昨天的话题啊 那么科布拉在解读头脑 大卫艾克在这个他的雄狮醒来里面 对这个头脑啊 是如何解读现实的 包括意识啊 包括时间是个幻觉啊 包括月球是个矩阵啊 包括这个爬虫人啊 等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而且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证据给到大家 所以你只要认真去 从头到尾的看了他的这个系列的话 你会相信 哇 他说的真的是真的哦 那么对于他的解读 我们也是层层的深入 逐渐抵达那个核心 逐渐就是进入那个兔子洞越来越深 哇 看到原来这是这是一个这样的世界 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啊 我们这个人类的头脑是如何解码现实的 以及如何显化现实的 昨天我们已经谈了一部分了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这个话题 那么 有人会问啊 如果是我们自己在头脑里创造了所有的现实 那为什么大家伙会看到同样的东西呢 会问这样的问题啊 那你你的头是你的头 我的头脑是我的头脑 他的头脑是他的头脑 为什么 我们既然说头脑创造了这个实相 那为什么你和我的会看到同样的东西 难道我们都创造了同样一个东西 抱歉 没看到没有声音了 好的 要多长时间弄一次啊 五分钟吗 好的 我知道了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掉下去你马上提醒我一下 嗯 好的 抱歉 讲到集体实相 呃 我就再讲一下集体实相哈 比如说 呃 同一个屋子 同一个屋子的人啊 都往外看 往窗外看 就是大家都看到的是同一个 同一个这个街景 或者同一辆车 同一辆建筑 那么所看到的同样的东西呢 就叫做集体实相 而我们自己可以决定 我们是否喜欢这个 呃 比如说我们上网的话 我们 我们自己喜欢 呃 这个网站 是不是喜欢 我们认为他怎样 那我们是想登陆这个网站 还是登陆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的车呢 我们 比如说张三喜欢 或者李斯不喜欢 那那不管 那那之后的那几个 不管的个人的喜好 那称之为个体化的体验 大家看 但是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同样的这个 同样的这个 实相 这叫做集体实相 那么昨天也提到了 人体是一个计算机 生物计算机 那么明天我们可能会比较详细的讲这一点哈 人体计算机呢 从这个隐形世界中啊 提取出了这个实相 代表艾克用了这个词 叫隐形世界 第二个关键词叫提取 我们人体 这个生物计算机啊 从这个隐形世界中 提取出了实相 就像这个笔记本电脑所做的一样 比如这个电影《黑客帝国》 很多人都看过 《黑客帝国》呢 里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 对白 是这么说的 举正无处不在 它就是我们周围的一切 它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房间里 当你看到 当你看向窗外 当你打开电视 你都可以看到它 当你去上班 教堂去 你感觉到它 它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世界 蒙蔽你双眼 使你看不到真相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真相 你是一个奴隶 和其他人一样 你一出生就被束缚住了 一出生就进入了一个 你根本看不到 听不到 也摸不到的监狱里 一个头脑的监狱 这是非常著名的影间 《黑客帝国》里的一段对白 那么宇宙到底是什么呢 宇宙它就是能量信心 我们知道 这个万事万物都是能量 那宇宙当然也是万事万物中的一种了 那就是能量信心 那么我们人类所做的就是信息解码信息 请大家注意 信息解码信息 用信息 用这个信息来解码另一个信息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观点 比如说我们把光盘 过去都是光盘 现在是U盘 我们把光盘或者是U盘的这个信息 光盘和U盘里是储存了信息的 我们插入到这个相关的地方 相应的地方就放进电脑里 那么电脑呢 就会把光盘或者是U盘里的信息 对其进行解码 解码这个词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昨天已经提到很多次了 解码 我们称之为解码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电脑用它的方式去解码了光盘 或者是U盘上的信息 也就叫做读取信息 也称之为解码信息 那么这就是我们做的 我们也是以这种方式外写了这个实项 刚刚又断了啊 当电脑解读了光盘或者U盘上的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电脑的屏幕上啊 就会显示这个相关读取的内容 也就是说电脑读取了电脑外显了 或者说外显了光盘或者是U盘上的信息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那个电脑啊 就换成我们人脑 我们人体的基本形式呢 也是能量的 是非物质的 但是当它通过这个解码系统啊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以为正在经历着的世界 它似乎在我们之外 这里我提一个小故事啊 我在前年十月份的时候 在北京上过一个有关水晶的课程 是台湾的一个老师 非常著名的老师 叫黄什么 一下子忘了啊 非常著名 他们老师上课的时候 讲了他的一个故事 他在有一次上 做工作坊的时候啊 他们做这个 做一个实验啊 做一个体验 就是所有学员 都把手搁在这个老师的身上 然后大家都是用 呃就是呃 体验一个其中的一个震动频率 这个震动频率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 啊 把每个人都把那种情绪带到 就是林 让自己 让自己临在在那个情绪里 当大家都沉浸在那个深度的影响当中的时候啊 突然有一位学员说 天呐 老师不见了 就有一个学员发现老师不见了 当震动震动频率非常高的时候啊 老师化成了光 他们看不到老师 然后大家同时赶紧把那个能量收回来 然后老师又出现了 这个黄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个 他亲身体验的这个故事 就震动频率很高 他就是能量 他就是可以变成光 甚至我就是变成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 成为一个高震动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摸得着的这个木头啊 石头啊 它都属于很低频的 就是震动频率是很低的 属于物质形态 那我们再回过来 我们人体的基本形式 因为我们人体啊 也是相对震动频率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比较粘稠 可以摸得着 看得见 我们人体的基本形式也是能量的非物质的 但当他通过这个解码系统啊 就变成了 我们以为我们正在经历经历的世界 那么现在你可能会突然明白 天哪 我就是眼睛往外看啊 就是我们手伸出去摸到的世界 我们看到的世界 原来是在我们之内的 是我们通过解码系统在头脑中创造了它 有些上过灵性课程的同学啊 可能听过很多课程的老师会说 在课堂上会说 放下你的头脑 放下你的头脑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 其实我觉得很多老师啊 会说这句话 但其实并不是用理解它 诸如我现在在传播这个信息啊 我也理解这个意思 但说句老实话 我还没有完全体验到它 那么其实通过这个练习这个三角合一技术 我是神 我不是神 性就是爱 性不是爱 通过这个书写练习哈 如果达到一定的深度的话 我们是可以经历到的境界的 我们就是可以通过那种形式去看到世界的真相 那么当我们在震动频率比较低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通过解码 我们的解码系统在头脑中创造了我们的这个集体的世界 我们外显这个实相 那么科学家们说啊 银河系中心呢 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也认为啊 在每个星系中心 它都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那么David要说的是 星系中心的黑洞通过振动频率向外发出了 构成这个虚拟现实宇宙的一个基本信息 那么他们和我们所说的太阳啊 交互作用和影响 这里指的就是我们太阳系的太阳 当然在各个星系都有太阳 那么对于这个资讯呢 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那么其实人类非常非常的渺小 地球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在整个宇宙 宇宙里面地球是最后一个黑暗的小芝麻点 可能芝麻点就算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黑点 所以最后一个黑暗的一个地方 也是最后要等待解放的一个星中 那么它是属于银河系 那么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银河系啊 每个星系都是有太阳的 还有这个银河中央太阳 我们接着说 星系中心发出的这个基本振动频率啊 在改变引发着太阳呢 就发出了某些特定类型的信息 星系中心发出的基本振动频率呢 在改变 那么引发太阳发出了某些特定类型的信息 这就是地表上很多事情的根源 地表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是跟这个振动频率有很大关系 包括地球要迎来两万六千年 整个宇宙一个心跳 宇宙一个大循环的一个尾声 也就是我们真的很幸运啊 我们这一代人还活着的这一代人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 此生最大的一个性是 那就是我们真的此生过后再也不需要轮回了 因为当地球解放 我们的植物被清除 许多黑暗势力被清除 那么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被清除之后呢 人类将恢复他应有的原有的记忆 而我们也会知晓所有的真相 到那个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将改变 那么总的说来啊 太阳是光子的形式 那么光子是我们称之为光的基本单位 光是电磁辐射的另外一种形式 光子呢携带的信息 大家知道其实任何东西 它都是携带信息的 我们说一夜之秋啊 由银河系中央黑洞发出的基本振动频率 引发太阳发射出这些光子 创造了存在于我们十项之内的这个宇宙无线网络 我们又对其进行解码 请记住这个词解码 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事项 那么光子能量穿透 并进入了地球的这个能量网格 这里又有一个词叫能量网格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词 叫能量网格 那么现在很多的朋友哈 已经在积极的这个 这个重新建立地球的一个能量网格 那么像很多战士 频繁的一些地区 比如说伊拉克呀 呃等等一些地方啊 呃它其实都是能量的 漩涡点 都是能量网格中非常重要的地方 包括很多博物馆所在地 很多这个山川所在地 都是地球重要的这个能量门户和能量网格 在亚特兰蒂斯时代啊 能量网格是是已经建立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重新建立 我们的这个能量网格 在很多的点 我们埋放这个如意宝珠 一颗大概四到九颗的如意宝珠 它发射的这个 我记得不太清晰啊 它能够发射出这个影响的范围是五公里的呃 直径的一个一个圆圆周的一个这么大的范围 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也在积极的呃 义务的为地球 用用生命之花呃 用这个如意宝珠哈 呃 组建成地球的这个能量网格 都是以这个生命之花的形式来建立的 呃 这都是能量的运作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光子能量呢 也就是我们中国经络里所说的气 这个气呢 其实就是光子能量 它是信息 那么人体计算机就会当把它解码为这个集体实项 嗯 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啊 也可以接收到信息 也可以发布信息 这样呢 就能够和这个虚拟的现实宇宙进行互动了 并且我们可以微妙的改变它 我们呢 其实正在创造着这个世界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听 听我分享这个大卫埃克的这个信息 当我们的意识被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已经在改变了这个世界了 现在有一些科学家在讲啊 若无心来定义哈 则这个物质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把一个碟片啊 放进电脑里的时候 或者说把一个U盘啊 让电脑进行读取的时候 那电脑呢 它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读取 碟片上的所有信息的 对吗 因为我们碟片里有很多的 很多的内容 我们会分别的用这个鼠标点击它啊 我们不管当时这个 这个激光探头在哪个位置 那么它只读取它正在观察的那部分 也就是说当我们我们的这个U盘 放进我们的电脑的时候啊 然后打开它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U盘上 有很多很多的 123457号 很多的文件加 那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激光探头 点到那个我们想要打开的地方 那么 此时此刻呢 它也就读取了 我们的激光探头 也就是我们 当我们用激光探头点击 我们想要看的那部分内容的时候呢 也就是读取了我们正在观察的那部分 那么当我们没有点击的部分 当然也就没有看到了 也就是说 这个电脑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 读取了所有的信息的 它只能读取一部分的信息 但是其他所有的东西呢 仍然以信息的形式存在 它并没有和你刚刚点击开的那个文件夹 打开的文件夹一样 以图片文字等形式转移到屏幕上 我再讲一遍 当这个激光探头点击 我们想打开的文件夹的时候 我们也就读取了 我们想看的那部分 而其他你没有打开的文件夹的 其他的内容呢 它是依然存在的 它并没有因为你没有点击 它就不存在了 它依然是以它的形式存在的 它像其他的我们点击的这个信息一样 以这个图片和文字的形式 转移到屏幕上 请注意这个词 我们点击的那部分东西呢 被读取了 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 转移到了屏幕上 而被我们看到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电脑呢 换成我们人体的大脑 当我们去观察 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解码的时候 请注意大卫不断的用了这个词 当我们解码 当我们观察 当我们解码 当我们观察 也就是我们在解码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 用我们的这个人体计算机的头脑啊 去解码 我们观察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解码的时候 我们就将它带入了这个实像中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它 我们不去解码它 那么它也只是这个 基本震动的一个形而上去的宇宙 那么理解这一点啊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一切的基础 这个理解的请打三个五 解码 解码理解了吗 能听能理解的我讲明白的请打 大家认为已经讲明白的 请打三个五 好 谢谢 好 我们接着讲 那么这是一切的基础啊 那其实 就是比如说光线啊 其实并没有光线啊 进入头脑的 那我们怎样看到的光呢 我想有些朋友已经能够理解了 那就是因为大脑把信息解码成了光 那么我们再提一下这个黑客帝国啊 大家没有看过的 或者看过的可以再去看一遍 那么黑客帝国里面还有一句 有一段这样的对白 他说汤氏 就指的汤勺啊 汤勺并不存在 并不是汤勺在弯曲 而只是你自己 我再说一句这段话 汤氏并不存在 并不是汤氏在弯曲 而只是你自己 这样一句话 他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汤氏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地方呢 只在我们的头脑里 我们看到他弯曲了 是因为我们以这种弯曲的方式来解码了我们想要看到的实相 再讲一下 汤氏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着那个地方 只在我们的头脑里 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 其实世界是幻想都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的弯曲是因为我们以这种弯曲的方式来解码了实相 那么什么叫奇迹呢 有的时候我们说 哇 简直就是发生了一个奇迹呀 现在凡是这个 有很多觉醒的 觉醒的朋友啊 自从他觉醒以后 他的意识扩展了很多 他看到了很多他过去曾经看不到的东西 他感受到了过去 很多他不曾感受到的东西 其实那些东西一直都存在 他只是把他意识扩张了 他的频率提高了 看到了更高频率的东西 所以他会说 所以我们会说 这也包括我自己啊 哇 奇迹处处 处处都在呀 我给大家说个奇迹吧 很有意思 就是 有一回 我坐飞机啊 在飞机上呢 我就这个 我就在祈祷 我说让奇迹天天伴随我左右吧 让奇迹伴随我左右 我希望在24小时之内 我希望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然后呢 我们下飞机大家都知道 要去这个取行李啊 因为我带着我的孩子嘛 东西也比较多 就是随身带着行李 小包 我是带着孩子坐飞机的 但是呢 因为我大包小包挺多的啊 所以我跟孩子呢 是最后一个下飞机的 很有意思 当我们去取行李的时候啊 我们远远的看到啊 很多人啊 取行李的人都围在那个取行李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就就近取了一辆行李车 推过去 然后我女儿眼尖啊 一眼就看到我们的那个行李啊 我们有两个行李箱拖运呢 就停在了那个就是那个口处 当时那个整个盘还没有转 然后他又跑过去啊 把那个行李拿下来了 而紧接着看又看到了我的另外一个箱子 两个行李箱都拿下来了 很奇怪的是 我告诉大家啊 就是我登机的时候啊 我其实并不是最早登机的 因为我离登机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也就是说 我办托 这个托运行李啊 并不是最早办理的 也不是最后 既不是最后 也不是最早 但是我在取行李的时候 我却最早 我最后一个下飞机 我却最早的一个拿到了我所有的行李 而且当我拿 把这两个行李箱拿走以后 整个这个取行李的那个转盘都还没有转 就那都我们都离开 离开那个地儿了 那些行李 其他的行李一件都没有到 我就知道 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奇迹 很有意思 真的这种奇迹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很多 但这个奇迹让我感触特别深 说的有点远哈 我们接着说 奇迹呢 其实只是超越了这个什么可能 什么不可能的一个程序控制 那么当我在祈祷的时候 当我相信会发生奇迹的时候 真的就会发生 当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有搬运功能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会有 我再说一个小故事 我们一个朋友啊 他和孩子去游乐场玩 孩子在这个游乐场的地上啊 就是捡到了一个小玩具 一个小车 但是那个玩具小车并没有轮子 他们捡到了别人扔掉的一个小车 那个小车呢 并没有 那个车轮是没有的 当他们回到家以后 他们竟然在家里的地板上看到了一个小车轮子 然后那个轮子 恰恰就是那辆小车的轮子 特别合适就把它装上了 所以真的很有意思 他在这个群里给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啊 因为当时他儿子说 哎呀给我一个轮子就好了 给我一个轮子就好了 然后大家他就发现了这个轮子 其实就是我们 当我们就是他创造了一个那个不可能的奇迹 我们是有这个搬运功能的 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这个能力 因为我们被层层的这个编程控制了 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原本的能力 所以为什么要觉醒呢 觉醒的意义之一啊 觉醒的意义很多啊 之一就是恢复我们原本的神力 奇迹就是超越了什么呢 超越了什么可能 什么不可能 那个编程控制 我再把这句话说一下 奇迹他就是超越了 超越了程序控制 什么程序控制呢 这个可能 那个不可能 我们被编成了太多这样的程序了 你不可以做这个 你不可以做那个 你在这个地 你在这个地方是只能是这个角色 你只能做这件事情 你不能超越 你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你那样不符合你的身份 太多这样的程序控制了 尤其是家境不佳的 尤其是这个 家里生活条件不好的人 那么就像这个 哎呀 儿子呀 我们家就这样了 你将来也不过如此啊 你就好好的怎么怎么着吧 龙生龙凤生凤啊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啊 大家都认为 我是只老鼠 那么我的儿子也应该是老鼠的儿子 那我家里 我现在的家境比较好 我有 我在家里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 编程控制下的这个地位啊 那我的儿子理应受到更好的待遇 太多太多这样的程序控制了 当我们跳脱出 我们看透这一点的时候 当我们 当我们知晓我们就是本身就是奇迹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脱离这个程序控制 我们被编程 我们被编程去相信 相信什么 走在火上会被烧伤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 走在火上可以不被烧伤 如果我们这样来解码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来观察我们的世界 来解码我们的世界的话 我们将不会被烧伤 就如很多人在表演的那样 很多人他 我们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录像啊 很多这样的表演 赤脚踩这个火炭 因为他给自己编成了 我不会烧伤 当然有些是游戏 他做了一些马 做了一些这个把戏啊 一些手脚 但其实当我们理解了这个 我们知道了如何去解码 我们的这个世界 如何知道这个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自己编程 我们就可以创造很多不可能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让我们的意识 进入到了另外一种状态 并且能够无视火 无视这个火 无视那个所谓的危害 我们就可以走过火炭 而没有任何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一个幻象 这个火炭的幻象 不能烧伤另一个幻象 也就是走在火上的人 这个炭本来就是幻象 所谓的人也是幻象 所有的一切都是幻象 除非你相信他能 当我们相信他不能 我们去用不同的方式去解码这个世界 我们进入另外一种状态的话 我们就能够创造那个所谓不可能的奇迹 奇迹其实也并不存在 只是有人懂得如何显化更多的可能性罢了 而那种知晓的源于我们承认并且理解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们是意识 我们是无实体 无形象的意识 我们正在体验着我们自身 我们是意识 我们不只是这个身体 我们现在经历的 我们这个意识 我们是无限的存在 我们是无限的存在 我们正在体验着 我们想要体验的这个三维世界的所谓的物理的身体 和物理的实相 中美洲的有一位萨满说 我们是觉知 我们不是物体 我们没有坚实性 但是我们遗忘了这一切 因此我们将自己深深的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几乎终身无法脱离 这是一位中美洲的萨满所说的 这里所说的恶性循环呢 正是控制系统想要维持的 因为只要我们在这里 他们就能控制我们 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真正是谁 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意识 我们不是这个物理的身体 我们就绝不可能被那么一小撮撮的控制狂所控制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的祖祖辈辈都被编成了 编成什么 编成了我们不能这个不能那个 我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我们被编成在了一个扭曲的时空里 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觉知 用来体验这个实相的方式 实相的处于某一个频率的频谱 如果我们想和这个实相互动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外壳 那么我们都有一句处于这个振动频率范围之中的这么一个外壳 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我再讲一下 身体是我们的觉知 用来体验这个实现的一个工具 一个方式而已 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实相 都是处于某一个频率之中的 从A到B 有一个频率范围之内的 那么如果我们想和这个实相进行互动 也就是我们想要体验这个实相 让我们体验这个三维世界的这个频率的话呢 我们就要让我们的身体处在这个振动频率范围之中 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工具 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工具 我们的意识呢 它是一直在振动着的 就好像这个电台的频道哈 广播电台啊 广播电视的频道 我们频道 我们想要转换哈 我们可以调频 对吧 换一个频道 换一个频道 再换一个频道 我们看很多很多的频道 如果他们的播长不同呢 换频道就不可能 也就是说 每个频道 他所处的这个播长是不同的 就像一个电台 如果要建一个新的电视台的话呀 他是需要这个 重新申请这个频道的啊 广播有这个所谓的广播电视管理局 他会对这个无限的这个频率进行管理 那么那比如说 湖南台 他这个节目发射的频率 必须在什么什么什么频段之间啊 那么 北京台是在什么什么之间 他每个电视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 他们的播长不同 我们就可以收到 通过这个技术手段呢 收到不同频道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也就有了这个外在的一个投射物 外在的投射物啊 他用了一个词 投射物啊 我们就有了这具外在的投射物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就能够和这个 这个频率之间的实相进行互动了 那么控制系统呢 想让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 我们用来体验和表达实相的这个投射物啊 也就是这个身体啊 是我们 就是你有一个你的身体 我有我一个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是用 是用 是我们用来体验和表达这个实相的 这样呢 我们对我们自我的定义就会有 本来是我们是一切所事 我们无所不适 我们是无限的存在了 因为这个各种编程让我们 让我们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我是谁 我是张三 他是李斯 我是如此的渺小 我太渺小了 我是一个多么弱小的身体呀 其实我们是一个无限的存在 在一个物质身体里 我们是意识 我们有的时候说我在上网 其实不是我在上网 而是人体计算机在上网 我们这个真正的我呢 是无限的存在 我们只是通过一个这样的工具 一个人体计算机 生物计算机在上网 我们来体验着这个扭曲的实相 我们通过这个人体计算机 在解码互联网 在观察互联网 那么身体和头脑就是我们体验实相的载具 是他在上网 那么意识在观察互联网 通过头脑身体载具了来观察互联网 而控制系统就是要让我们认为 我们是头脑和身体 而不是意识 所以刚刚我们讲了 又解读一下这个 有关这个解码和头脑 那么今天呢 因为网络不太好啊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马上到八点钟呢 那么我们请大家移步到另外一个YY频道 那么这个YY频道呢 是黄金团队的叫72602137 我再重复一下 72602137 那么今天呢 这个YY频道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超光速粒子和这个盛光科技分享会给大家讲 这个环境能量清理和提升方面的内容 而且在九点钟有这些 有自由之要冥想 还有这个龙族护盾 包括教大家一起做这个销毁灵魂契约 包括如前做睡前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清理和保护 所以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我们大家移步到72602137 好